大家好,我是杨风,欢迎收看本期风云天下 11月30号是全球G2020国元首的高峰会 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这当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习近平主席两国元首之间的会谈 两国希望在元首之间的会谈当中 能够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 世人们也并且屏息关注 希望说这川习的会谈能够让美中贸易战 能够画下一个休止符 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 到底川习会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出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画面 今天的主要议题是 美中贸易谈判 他的问题增结是在哪里 是哪一些项目谈不拢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美中双方哪一方可能会让步 或者说两方面都要让步 而如果让步的话 他的内容会是什么 会在哪些项目上会让步 现在我们来解析这两个议题 先看第一个议题 美中贸易谈判问题的增结是在哪里 是哪些项目谈不拢 我们再看一下画面 现在卡在美中贸易谈判之间的 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所谓的三民贸易 也就是零关税 零壁垒与零补贴 第二个则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美方认为中国在智慧财产权方面保护不利 第三个则是 美国认为中国不应该强迫 美国的公司技术转让 我们来看看三民贸易 美国认为说中国的关税过高 不利于美国的货物出口到中国 尤其是除了关税之外 中国还有一项独特的 就是17%的进口货物的增值税 虽然说中国政府在今年的5月1号 对这17%的增值税有所调降 一类别而言有为服的调降 但是美方还是认为 这关税加上增值税过高 第二个有关于零壁垒 美国认为 中国有许多的法规与制度不合时宜 阻碍并且限制了 美国的公司的产品与服务进入到中国 尤其是金融服务和银行服务之类 第三个 美国认为在零补贴方面 中国的国营企业就是一个最大的补贴 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 享有许多政府的资源 并且享有银行的低利息的贷款 至于在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方面 其实中国这方面也是有一些委屈的 因为中国有许多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说 所谓的以市场开放来换取技术转让 这个是失败的 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心通讯到现在 还是不能够摆脱美国在半导体方面的知识财产权 还有在所谓的专利技术上的财产权 我们第二个议题来看一看 中美双方哪一方可能会浪布 或者说如果浪布的话 内容会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画面 在零关税上面 所谓的17%的增值税 各人认为说中国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中国不可能一次性的浪布 这17%的增值税只能一步步的调降 就像今年5月1号 中国政府宣布了有违福的调降 但是问题是美方有没有这样的耐心 认为说我给你足够充分的时间 让你慢慢的调降你的增值税 还有你的关税 而第二个在零壁垒方面 我认为说中国也是可以商量的 因为中国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因为中国想要把所谓过去依靠投资 还有依靠所谓的出口 来作为中国经历增长的引擎 中国也希望改为说 至少是有部分是以内需 还有服务业方面 但是要提振内需和服务业 有些法规是其实是不适合的 中方也在这方面努力 只是问题是说 中国也不可能一次到位 再过来就是所谓零补贴上面 在零补贴上面 美中有相当大的歧义 因为在国营事业方面 这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盐铁钻卖 因此如果要中国答应美方 要将国营事业给取消掉 这是几乎可以这样说 是绝无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知识财产权方面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了 这二十年来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议题 美方认为中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利 其实中国也有想要在这方面 能够认真地做而无奈 中国人对于所谓的知识财产权的 保护和尊重都不够 那就看看美方能够对中方的耐心和容忍度 能够有多少在几年之内 中方能够改善这知识财产权 而在技术转让方面 这又存在了一个相当大的争议和分歧 因为中国会认为说 对一个技术比较弱的国家 总是希望说买你先进的东西 能够得到一些技术转让 虽然说这不是对所有方面都是适用 但是至少中方希望能够说 要看情况而定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了 比如说在军火市场 所有的买方都希望说 卖方能够做一些技术上的转让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看 中美双方最大的分歧和争议 就是在所谓的零补贴国营事业上 还有技术转让的问题 其他都可以商量 只是双方对时间的认定 还有对开放幅度的认定上 可能会有争议 但是那些都是可以商量的 唯独是在国营事业 还有技术转让方面 美中的分歧相当的大 那除此之外呢 双方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性能问题 在前一次视频当中 我们有提到说 在今年的5月20号 其实中美双方之间 曾经达成过协议的 中方要多买美国的产品 包括农产品 还有能源产品 比如说在天然气焊石油这方面 只是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 美国白宫在5月29号片面的宣布 要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这在中方认为说 美方推翻了之前的协定 是美方不守信用 美方说话不算话 但是在美方却认为说 在过去的10年20年里 跟你多次的谈了 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所谓的技术转让的问题 还有在一些关税贸易上的问题 美方认为说 中国执行不利 因此美方对中国 也存在着这所谓的性能问题 所以性能问题 现在是在中美两国之间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 并且中方还非常的担心 如果说今天答应了 你美方的要求 比如说技术转让方面 或者是知识财产权方面 那么像美国今天 川普总统他这么的强势 美方是不是会 就像制裁中心通讯一样 要派驻人员到中心通讯公司内部去 去监察 来监看中国执行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中方的主权何在 所以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趋势的预测 川习会到底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假设几个情况 第一个 如果说美方只是要让中国 多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的话 那么个人认为说 中国会立马答应 但是这就回到了5月20号 当初中美两国一度达成的所谓的贸易谈判 当时中方是要多买美国的产品 如果说中方只要花钱 就算是大钱也能够摆平这个中美贸易的增值和中美贸易战 中方会答应的 问题是在5月29号 美国白宫 美国方已经片面的要对中国500亿美元货品加深了关税 并且在9月初的时候又把这个项目 又把金额升级提高到另外的2000亿美元 总共是2500亿美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要的不只是说中国多买美国的产品与服务 美方要的是更多 第二个 如果美方要强推刚所提过的山林贸易 还有知识财产权的保护 还有技术转让的问题 美方都希望中国能够完全接受 都照单收买的话 个人可以在这边预测 这个谈判也不可能会成功 会破裂的 我们做另外一个第三个假设来 预判这个趋势 第三个是说 如果美方能够接受中方 除了在国营企业之外 能够做一些渐进式的改革 并且允许中方能够在某些项目 某些议题上 能够要求做一些技术转让 只是部分的做技术转让的话 那么中美两国双方是有可能会达成一些协议的 如果是在第三种情况之下 那中美双方所剩下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信心的问题 那就得要看细的项目如何的去谈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你们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在这里声明 YouTube的频道订阅是免费的 在这里祝福大家 下期再会